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好 哥 去校园吧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 小君他是我表弟 我妈嘱咐我照顾好他 所以才跟我一起住 但是你放心 等他适应了这边的生活 我会安顿好他 也对 小君是你的表弟 他来头问你 我们不能不管他 谢谢嫂子 住归住啊 别乱喊 又没结婚 遵命啊 姐 好吧 都休息吧 跟着我干嘛 当然是 陪你休息啊 不需要 赶紧回去休息 别呀 两个大老爷们睡一起多奇怪 那一个男人睡我旁边也挺奇怪的 哪儿奇怪了呀 我照顾你 拜托了姐姐 哥 我们是不是现在睡觉 现在 现在 你是脉头现在的男友是吧 怎么了 我看你很有灵性 这样 你要是愿意 咱们可以长线合作 怎么样 条件呢 离开脉头 你还年轻 正是蓬勃的时候 脉头那种无趣的女人 不适合你啊 你能够我什么资源呢 我手里有三个品牌 咱们可以长线合作 怎么样 三个呀 确实很诱惑人 是吧 可是我不愿意和人渣合作 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我告诉你 你打我的事我还没找你算 如果你不离开脉头 我让你一个火炉接不到你 行不行 你这种没有钱的男生 对脉头是一无是处 赶紧拍拍屁股滚蛋 我现在也没钱啊 行了 我也不跟你废话了 赶紧滚蛋吧 今天这场拍摄 我换别人了 谁给你的权利啊 我说你怎么这么爱搞事情呢 哈士奇的色你都涂 不是 您说什么呢 我听不懂 我就是怕他跟一个没钱的小男生在一块很辛苦 他就是个没钱的小白脸嘛 小白脸 形容得很准确 没钱也没关系 我养 以后我就是他的经纪人了 我的人 你敢让你打主意试试 不跟他拍两张 拍什么呀 耽误大家时间 这有什么耽误的 都工作完了 去 哥 再帮我们拍两张 好 行 来 来 来 嘿 文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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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我们就见面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